水的第一天 所以浚沟里面已经看不到水 而保水好的农田 你还可以看到一些水 但是保水不好的农田呢 都已经看不见水了 刚才抽税这个 如果没有再供一次水的话 那本身对这个稻子的产量 会有减产 我没有放水啊 顺序 差不多三十四十 看着稻座 农民忧心忡忡 水利会同意供灌到六月初 寻水对 然后前晚各浚沟下去寻水 那期望每一滴水都能够 确实的灌溉 进入田间灌溉 水情到底有多严峻 来到乌山头水库 游艇码头水上通道已经触地 黄土丘出现大片裸露不说 有些地方白露丝 竟然是站在库底的淤泥上面 大家现在在缺水吗 知道 那你会怎么省 我用小一点 用水桶把它醒来 使用完的水 再收集起来 再做再次的利用 所以 那平常就是说 也尽量说 我们水都掉得比较稠的 这家公司打开水龙头 水量只有一根筷子的大小 水槽旁边一根管子 接出来回收的水再利用 台南进入一阶限水 枯水期想要平安度过 得靠大家一起节约用水 大家新闻 潘雨珍 叶宜林